大家好,欢迎你们来到致病食品的视频。 在日常生活中,生姜是烧菜时很常用的一种调料品。 那么,你知道生姜除了作为调料品之外,放在家里还有什么用处吗? 我们知道用热浆水泡脚,很少不错。 那么你听过用热浆水来泡手吗? 泡脚很常见,但是泡手就有不常见了。 用热浆水泡手有什么好处吗?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招,把生姜放锅里煮一煮用它来泡手的作用,解决了很多人困扰的烦恼。 下面就来看一下用生姜水来泡手,到底有什么作用吧? 生姜热水泡手小妙招,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生姜,将它切成薄片。 在网锅里倒入水,放入已经切好的生姜。 接着,打开煤气灶开关,等水煮沸。 最后,等水煮沸之后,我们把水和生姜一起倒进脸盆里面即可,把手浸泡在,水温不要太高,比体温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。 那么,生姜放在锅内煮一煮之后,用它来泡手到底有什么作用呢? 1. 消除手指冻疮汗疼痛 生姜热水的妙用 2. 消除手指冻疮汗疼痛 天气寒冷的时候,手指出现冻疮,有时候手指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 大家也可以把双手浸泡在这个生姜水里,可以有效消除皮肤的冻疮。 另外,还可以起到活血的效果,减少冻疮导致的疼痛哦。 2. 消除疲劳 生姜热水的妙用 1. 消除疲劳 常常感觉疲劳的朋友们,身体疲惫不舒服,把手浸泡在这个热生姜水里,可以利用生姜。 含有的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和其的独特气味,可以起到放松肌肉和消除肌肉疼痛的功效哦。 3. 效缓解头痛 头疼大多是由于境内、外动脉及其他脑血管运动功能障碍,冲血膨胀,压迫神经而引发的。 因此,减轻脑部血管冲血可以起到缓解作用。 生姜热水泡手可使手部血管扩张,脑部血管血流相应减少,从而使头疼逐渐减轻,尤其是和偏头痛。 如果有顽固的头疼,建议长期坚持这一方法,每天二至三次,每次半小时。 今天,这里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生姜热水泡手的小妙招,大家学会了吗? 是不是很简单,很好用呢? 希望大家都学会了哦!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,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! 谢谢大家!明天见!